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 加油 夏未来 我是主持人萨美宁 欢迎各位 大家好 我是小妮 欢迎各位 今天是我们这一季的第九期了 是的 而且这一期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和一个转折点 至于这一期究竟特别在哪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首先还是让我们请出 上一期最后进入到我们争夺战的两位选手 走上对战台 今天之所以会特别好看 是因为是两强之间的争夺 对 而且他们两个之间的对决 应该说大家期盼了很久了 对 好 首先我们还是来听听S-Man 介绍一下两位吧 好的 陈坤宇 擅长量子物理 是清华大学辩论对功辩手 关于陈坤宇我听说过他这个叫坤神 坤神 坤神的称号 他懂得非常非常多 无可挑剔 不管是能力还是知识 真正的学霸 凭借广泛的知识面 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 0.618或者二分之根号五减一黄金比例 在第二期EV23环节中 成为首位成功首位的选手 他穿第二没有人敢穿第一 他肯定是最强的 宁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工程博士 反胜透模技术研究者 面对今天的争夺战 有什么对战宣言要说吗 我的对战宣言比较有气势 今日科学站台谁主臣服 狭路相逢 勇者人士 微波炉 加热食物的电器有很多 对 但是我只知道的就一种 电饭锅 叫做微波炉 错误 宁然首期冒进奖牌 折起微波炉 第八期重登擂台 再次面对微波炉 这道题我答 微波炉 正确的 成功克服心理压力 击败23人猜想团 用实力为自己证明 追凭防守陈坤宇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上来的 所以这次对战宣言很简单 这次不在意输赢 玩得即兴就好 他看到林然 他是抱着玩的态度 这两个人今天 他们都是充满了斗志 但是今天这一期确实不一样 刚才我说了 可能是我们这一季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顶 那就是从下一期开始 根据竞榜的排名情况 进入到抢位战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场争夺战 对于两位来讲 非常关键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进榜上的排名情况 好 目前今天的两位类主 陈坤宇和林然 分别以六分排在第一位 张浩玲以四分紧随其后 刘金石以三分排在第三 韦坤杰 李小冉 王文轩 谢一阳 各一分 所以目前在竞榜上的 所有的成员 都将有机会 在抢位战当中 继续证明自己的实力 那么两位今天 究竟能够有怎样的发挥 六比六 并列第一的局面 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接下来 开始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 首先进入我们第一道 科学实验题 这是按照我们的身材比例 给我们发的 我觉得是实际上 这个会给大家造成一个误解 我手里拿的这一块 和小妮手里拿的这一块 最初是一样的 同样的材质 同样大小 但是在经历了一连串 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之后 它变成了我手里的这样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 来回顾一下 去年这个实验的细节 在我身后就是世界上 基本没有变化 塑料泡沫在700米左右的时候 压缩到了体积的极限 所以深海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实验 同样有点类似 我们去年的这个实验 对 不过我们的装备换了 对 这是一个全新研发的 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深浅器 名叫深海勇士 在这一台深浅器上 有几项技术 可以说是在世界上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深海勇士号的福利材料 深海锂电池 包括它的机械臂 全是中国自己研制的 国产化率达到了95%以上 不过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最想 还是亲眼能够看一看 这台深海勇士到底什么样 来我们一起到外景 看看小鹿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您好 董事 主持人 您好 现在我带着我们的几样物品 来到了我们的深海勇士号的 科考母船探索一号上面 从这个码头 我们的深海勇士号 要前往我国南海 进行一系列的科考活动 站在我身旁的 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 张维嘉博士 大家好 我是张维嘉 像这样的物品 在之前您的实验中 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做过 咱们这个类型的实验样品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尝试过 也是 这个不是海鲜 是地铲鲜 是吧 那这样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种验证 就拜托给您了 好的 交给我吧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第56次 下浅作业的作业位点 我们就将跟随深海勇士号 进行我们的下浅作业任务 我们为这次实验准备了有 西红柿 土豆 以及生鸡蛋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物品 都准备了两份 这是因为有一组 我们将作为实验组 跟随我们的深海勇士号 进行下浅 为了以示区分 我们给我们的实验组上 写上我们的浅气的名字 我们另外一组会留在船上 等到我们的深浅任务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这两组物品之间 具有怎样的差别 除此之外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杯子 就这种非常常见的 一次性泡沫塑料杯 它是直接把这几个实验品 放到了一个真空盒里 它真空盒底部是穿孔的 我刚刚看到它那个底面 是有很多小孔 它不是密封的 不是密封的 你可以理解 它是暴露在海洋环境里的 好 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几东西带到的是 一个千米级的深度 请各位接收题目 并发送猜想 在南海1400米级的 下潜任务当中 以下哪一个物品 不能够完毕规照 A 生鸡蛋 B 西红柿 C 土豆 D 都可以完好无损 都可以了 我总觉得心思的 真是有点质品 凌然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 只有我俩选了D 为什么只有你俩选的D 真的 只有你俩选的D 其他所有人都没选D 先听听你们的说法吧 因为把它放到深海之后 虽然说压强很大 但是它各个方向的压力 是平均的 所以如果它结构 没有很明显的 就不平均的情况的话 它一般捏不碎 平常我们说西红柿很软 那是因为你的手指 支加的力不很平均 而如果压力比较平均的话 我认为它其实 没那么容易被压碎 那内部的压力呢 因为植物细胞 不管是细胞壁 还是细胞膜都是透水的 所以我觉得它内部压力 和外部其实也差不多 多少 不会产生多大阴力 首先我不太同意 陈坤宇的这个说法 是因为结构的问题 各方面压力平衡 我是觉得因为这三种材料 都是生物质的材料 如果说我们换一种 不是生物质的材料 换一个玻璃球 或者是换一个灯泡 里面是抽成真空的 对 然后外面 外面要是基本密合的 密合的 它就很有可能会被给挤爆 而生物质材料 因为中间有这个气孔 给它达到一个 作为一个 类似于呼吸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内外的这个压力 应该是可以通过水 和里面的东西 进行一个交换 而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我觉得 这三种生物质的材料 应该都可以完毕归照 究竟在1400米深处 这三样东西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让场外的深海勇士 为我们揭晓 水上通讯已建立 请示注水下陷 完毕 11号 从已注射下陷 完毕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 水深大约200米的位置 就已经没有光了 对 我们把潜水器正前方的大灯打开 然后通过我们的摄像头 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实验物品 可以看到我们的杯子 比刚下来的时候 微微有一些缩小 但是其他的实验物品 你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上面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深度 已经是530米了 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实验物品 好像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那我们继续等 看看到更深的地方 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从悬窗望出去 已经隐约可以看到海底了 那么目前的深度 是大约1387米左右 我们的实验物品看起来 泡沫塑料杯的大小 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他的实验物品 外形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至于他们的内部 是否发生了任何的改变 那只有等到回到实验室 我们才能够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生鸡蛋打开了 看一下 这个下过一千三百米水深的生鸡蛋 看起来蛋清和蛋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跟一般的鸡蛋 嗯 出豆 行物是 看起来 挺好 这个也看起来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随着深海勇士号 下潜过的泡沫塑料杯 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 放在船上的这个对照的塑料杯 好萌啊 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 下潜过的塑料杯 它的大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正确答案非常明显 只有两个人选对 而这两个人恰恰就站在我们的对战席上 正确答案 B 是这样 因为这三种材料 我们没有办法带到现场 但是我们的节目组 把这个跟着深浅期一起下去的塑料杯 给我们拿回来了 来 我们来看看塑料杯的变化 我以为它只是会被压扁 当时上面写的字都还在 加油向未来 深海勇士 这就特别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 对 就是一下子所有的东西全都按比例缩小 太神奇了 但如果是塑料杯呢 要看它的结构 像刚才我们压那个水杯子 实际上里面是有气泡的 那个压缩的部分 实际上被压缩出来是气体部分 被排出来了 一般均匀的液体和均匀的固体 几乎在常见的压力下 是不太会有形变的 我们要想使得一个物体产生形变 原则上应该在万个大气压左右 才会有明显的形变 而刚才我们提到了 一个大气压大约相当于10米深 水深向5000米 基本上才500个大气压 对液体对固体几乎都没有任何作用 谢谢 谢谢曹老师 刚才大家也从这个画面上看到了 除了我们这个西红柿鸡蛋和土豆之外 当时夏浅到1400米 还搭载了很多的科学仪器 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的科学实验 深海勇士号夏浅科研考察工作 是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和同济大学联合主持完成的 我们这一次的科考任务 主要是聚焦于南海西沙海域的 冷泉 沉没珊瑚礁和泥火山 这三大科学主题来进行 而且深海勇士不断地在有着新的发现 就在今年5月13号 在南海下潜的任务当中 发现了冷水珊瑚林等等 所以未来还有太多的深海奥秘 等待我们去探索 我们现在跟大家这样说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这个画面 什么叫冷水珊瑚林 真的到了几千米的海下 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 我们今天很有幸地为各位 请到了一个 亲眼见证了海下几千米深处 这样一个奇妙世界的科学家 而且他本人也是这一次 南海重大发现功不可没的 一位科学家 掌声有请汪品仙院士 哇 您好 汪院士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哇 好帅啊 汪院士 给大家介绍一下 汪院士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 哇 所以刚才门打开的时候 我们下意识地想要去迎接他 觉得得扶一下 但是我发现您步履非常的矫健 像个年轻小伙子一样 没有 汪院士把我俩给扶过来了 大家好 我叫汪品仙 同济大学的老师 我的专业是海洋地质 什么意思 就是专门研究海底的 所以我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场合 大家在讨论深海 太棒 二次大战以后才由人类 跑到海里底下去 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很多年以后才有条件 我很高兴我能够在这个浪潮里面 能够也成一个玩浪潮的浪潮 弄潮儿 82岁的弄潮儿 您亲眼看到了南海的冷水珊瑚林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冷水珊瑚林 我自己下去以前 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真正到了海底 生物是很稀少的 但是也有地方密集的 这就是我很高兴的 我撞上了这个地方 我最兴奋的就是那个冷水珊瑚林 可以比喻就是树了 这是一个树林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思想准备的 你看这一根长长的像个鞭子一样 这就是叫足迹珊瑚 你仔细看它一切一切长的 这一棵树 这就是珊瑚的树 你看底下还有些小的 爬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呢 各种动物 它们的就是在这个树林里面 我的比喻就是树林里面的鸟和野兽 它形成了一个生态 所以这个是我下去看见以后特别兴奋 我们在西沙看见最多的呢 就是那个足迹珊瑚 像竹子那样的 然后下面还有矮的扇珊瑚 像扇子一样 那个各种各样的珊瑚 这个是很好玩 这是另外一个事件 也就是说珊瑚做成的灌木 我的比喻就是一桥木 灌木还有小的像草一样 那个海绵啊什么长在地上 上面下来就看到啥了眼了 所以那次我下去回上来的时候 记者就问我 你看到什么了 我说我是阿里斯漫游仙境去了 我说我从仙境回来 王院士给我们讲述的时候 特别像一个刚刚完成了 仙境之旅的孩子 对呀 我就一直在想 82岁的老人是什么让王院士精神绝朔 我觉得一定是心态 您刚才整个讲述的过程 就像给我们在讲故事的同学一样 对 我第一次听说夏前是1978年 是法国创那个生前记录的一个科学家 他给我说夏海才有意思 因为是非常非常安静 它是下地中海 他说下面的那个海百合呀 那个就像花园一样 那个漂亮你一定要去 后来我第一次到南海去 人家说没船 我都算是首席啊 科学家 几次呢 我都是外国船 一次是德国船 一次是法国船 一次是美国船 这次是中国船 中国还生前下去了 我就特别骄傲 特别骄傲 你看七八年 我到了一八年才实现 过了四十年 但是我实现了 我就非常非常幸福 而这一八年 四十年之后梦想的实现 也是因为咱们国家 有了自己的蛟龙号 有了自己的深海勇士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这是最值得骄傲的 最值得骄傲 对于您来说 其实还有很多闪耀的时刻 比如说您提出并且亲自主持了 南海深步计划 对 这样一个计划 对于我国深海的探索 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一个八年的计划 今年要结束了 南海的深步 我说的深步就是 四千米啊 几千米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怎么变化 怎么形成的 这些事情 我们将要告诉世界 是中国人为主认识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们明年会亮出来 关于南海 为什么会有一个南海 然后水到了里面怎么流 这些我们都有新的看法 我现在保密 先不说 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您现在率领着这么多的年轻人 好多学生 好多年轻的科学家 像这样艰苦 甚至是带有危险的任务 为什么您还非要亲自下去 南海到现在三千万年了 相对于男孩的年龄 我这个还是一个小孩了 科学要研究啊 很大程度就说要到现场去 海洋知识的源泉在海里 海洋的灵感也来自海里 如果你自己脱开了真正的现场 你就没有这个灵感了 现在能够有这个机会 特别高兴 我就希望年轻人 能够像我们一样 永远保持对科学的热情 对科学的热爱 谢谢您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但是我相信您在这里 跟所有的孩子们 年轻的科学爱好者们 讲述的这番话 将是他们一生当中 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谢谢您 再次感谢汪远世 我特别欣赏汪远世 刚才说的一句话 南海形成三千万年了 跟他相比 82岁算什么 还是个孩子 一直心里面带着这样一种 对科学的求知和好奇的欲望 才真正是汪老先生 82岁 九天三次深浅 讲到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 脸上的这种幸福的表情 让人羡慕至极 好 经过第一道题 两个类主战成了一比一平 究竟谁能够继续 在这个台子上站下去 我们进入一对一答题 刚才的对决 两个人都答对了 而且是全场唯一答对的两个人 我觉得这一轮的结果很难预料 这五道题 我起码要抢到绝大多数的题 我得先答 如果我后答了之后 我肯定没机会 线索题 我策略从来都是 当我有两个答案 感觉一个的面 比一个面大的时候就抢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看一看 五道题之后 场上继续站着的会是谁 请听第一题 科学巨匠 是贴近自然超脱生活的一类人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位科学家 线索一 它是17世纪欧洲 最有影响的科学巨匠之一 在力学和光学领域都颇有建树 而且和惠庚斯一样 他也是一位终身未婚的科学家 果然灵然手比较快 不能让陈昆宇抢到铁 陈昆宇抢到铁 他就对了 请注意 在欧洲17世纪 终身未婚的科学家 大概有430多名 终身未婚 光学力学领域颇有建树 17世纪 欧洲 卡文迪学 我确认卡文迪学 年代19世纪 它是靠纽乘测的 那个引力常数 纽乘出现很稳 果然手快 就是不够稳重啊 回答错误 你当时也抢了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可以现在选择不回答 继续听线索 听完 听完 好 其实我觉得说到第二个 你应该就知道了 它的数学造诣颇高 我们现在用的 已知数ABC 未知数XYZ 以及指数的表达方式 都是它创造的 高三的时候 我是知道这个是谁的 他现在忘记了 知道是谁了吗 没有 终身未婚 好 还不知道 接下来 第三个线索 它是欧洲近代哲学的 奠基人之一 曾有一句名言 我思 故 我在 行吗 这帕斯卡 答案错误 蛮罕见的 天空也抢到的题 竟然没有答对 因为我在看 帕斯卡的思想录 就是直接说 思想这个词的时候 我直接自动跳起到 帕斯卡 然后不受控制的 排了下去 我可以改 我真的年代错了 我思顾我在 应该是 我不确定是不是对了 应该是迪卡尔说的 迪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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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时候跟我讲迪卡尔 因为我记错了 帕斯卡 刚才是谁在那 帕斯卡 记错了 记错了 因为帕斯卡 最有名的一部书 叫思想录 所以你一说这个 我就撞上了 我思顾我在 这么有名的一句话 被黑格尔称之为 近代哲学之父 我再说第四个线索 如果当时 你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 稳稳当当 听完所有的线索 再达齐的话 你请听第四个线索 他是法国人 曾创立解析几何 我们每个人 中学教科书当中 都会学到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直角坐标系 是迪卡尔 对啊 你如果听完第四个 再达的话 你就绝不会像刚才这样 哎 迪卡尔 我当时如果没有脑抽的话 我应该也听了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把手背后呢 省自己收信 虽然你最后改过来了 但是抱歉 因为你的答案 已经确定在了帕斯卡身上 两个人全都答错 正确答案 勒内 迪卡尔 很遗憨 两位现在仍然还是一比一平 请听题 有很多的香料 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 极其重要的角色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种香料植物 线索一 这种植物是中国原产的植物 并且到目前为止 只有中国厨师 会使用这种香料 这些线索都是来坑人的 谁知道外国注释用啥呀 线索二 在历史上 皇后寝宫的代称 与这种植物有关 交房 交房毒孔的那个交房 三 这种植物中 所含的化学物质 有驱蛔虫的作用 听完这三个线索 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 他要说的是什么的 最后一个线索 看手速了 这种香料 会给我们 一种特殊的麻的刺激 能够驱蛔虫 麻的刺激 皇后寝宫 其实我完全脑子里 没有任何东西 只是觉得得先抢花椒吧 花椒 花椒倒是会有麻的刺激 对 那跟皇后的寝宫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 大家看凌然的表情 这个我真不知道 应该是从汉代 陈阿娇流传下来的吧 就是在皇帝 对他激进宠爱的时候 用跟花椒有关的材料 涂在房间的四壁上 然后能让房间保持温暖和香气 然后后来这种焦房 或者是这种香料 也被形容人的品德 比较高尚 给凌然加上一份 花椒的麻味 是来自于其中的 阿尔法山椒素 这种化学物质 而这种物质 确实具有驱回虫的作用 现在2比1 接下来第三题 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类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 线索一 它是一类无色晶体 多数能够溶于水 线索二 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可赋予烤面包 红烧肉 以特别的色泽和香味 线索三 胃精 小萨老师说出胃精 这两个字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里面 还没有完全地反应出来 胺基酸 胺基酸 好 请你补充完我的这个线索 我本来要说胃精 什么什么来着 胃精的主要成分是 果然酸钠 它是一种胺基酸盐 回答正确 加一分 还有一个线索 它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 胺基酸与某些糖类反应 会产生具有特殊色泽和气味的物质 由法国化学家美拉德发现 许多的食用香料 都是基于美拉德反应制备的 胃精的主要成分是骨氨酸钠 而骨氨酸就是一种氨基酸 两个人现在二比二评 请听第四题 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种化学元素的名称 线索一 熔点低而密度大 易于流动易挥发 熔点低密度大 易于流动易挥发 我猜它可能说的是一个液体 在整个化学的元素表里面 液体就两种 一种锈 一种拱 这种我猜拱 万一是夹呢 加密度相对小 但是它的容量也非常低 这题一定是拱 拱它是一种重金属 我是学环境的 拱是在我们的环境学校的原理 非常眼中钉的一种重金属 它会在水体里面出现 日本最经典的一个病 水域病 就是源自于水里面和雨里面的拱 然后拱除了这个之外 还在我们的工业里面 有非常多的应用 温度计用的就是拱 拱如果撒到地上 是非常易挥发的 我们需要做到的 就是用流粉把它撒在拱上 做成 而且不要吸入这个拱 挥发的这个气 我们平常用的这个日光灯 也会应用拱 所以拱是工业里面 应用非常广的 但是在我们环境学家眼里 是一种污染源重金属 正确答案确实就是拱 加上一分 我们的编导 绞尽脑汁写的线索 才说了一个就答对了 所以为了表达对编导的致敬 我把线索还是念完 熔点低而密度大 易于流动易挥发 医院里面用处大 超导性质也不差 数十炼单程子物 金银铜驴都怕它 生物腹肌很可怕 谁与病人恨死它 第五题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 人对世界的认知 也在不断地拓展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个天文名词 第四题答完之后到第五题 其实我心里就一个想法 千万第五题别是天文题 没想到小塔老师说 答一个天文的名词 我心里就 我看看我能不能在第一个线索 说完之前敲下来 线索一 银河系最外面的天体 所受引力出乎意料的大 使得科学家推断出它的存 是暗物质 大概每秒钟穿过我们身体的暗物质 可能是吨量级甚至是千吨量级 它与外界基本只有眼力相互作用 没有电磁相互作用 所以说看不见摸不着 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像 而且最初发现也不是在银河系 是观察星系团结构的时候 外层星系的绕行速度和仅凭观测 然后质量给出的预言不一样 所以假设有一些观测不到的东西存在 它们提供了引力 恭喜你 翻回一分 加上一分 三比三平 它并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 因而我们的天文望远镜 无法直接观测到它 经过推算 它占宇宙中全部物质总量的85% 但是目前为止 科学家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线索四 中国发射的卫星物空号 就是为了去探测它的存在 正确答案 暗物质 来 那位 暗物质虽然是主流的天文学界 所承认的一个假设吧 但其实在天文学界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比如我本人的本科毕业设计 做的是一种叫修正引力理论的 一种模型 这种模型认为暗物质是不存在的 而我们的引力理论在大尺度 特别是星系尺度上需要修正 在加速度极小的情况下 退化成一次反比 而不是二次反比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也能非常好地拟合出 平缓的星系旋转曲线 所以我觉得科学 我们不应该只充许一种理论的存在 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假说 来寻找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到底哪种假说是正确的 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确认过的假设 现在已经占主流的学说 甚至说经过实验认证的东西 也许在它当中还有未知的部分 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发现和探索的 所以科学没有止境 接下来两位进入到最后一题 科学家也热爱运动 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 才能更好的工作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位科学家 线索一 他酷爱足球 在球场上是守门员 并且获得1922年 诺贝尔物理区 陈昆宇怕一抢 你知道 陈昆宇赢了 应该是尼尔斯波尔 他和他的弟弟 当年都是足球运动员 但他们两个 一个后来成为了职业运动员 一个成了职业物理学家 你确定不是帕斯卡吗 封国吗 你这样 你先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我把后面的线索 说给凌燃 我看看他 能不能够有不一样的答案 他当时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 是1922年 获奖的时候 当地的报纸 有这样一篇文章 标题是 著名足球运动员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的弟弟也酷爱足球 在球场上是踢前锋的 曾代表国家队 获得奥运会银牌 但你的信息不准确的是 后来他的弟弟并不是职业足球运动员 而成为了一名数学教授 他的一个儿子作为曲棍球选手 代表国家队参加了奥运会 而另一个儿子 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什么基因啊 线索四 他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 创始人 正确答案 尼尔斯波尔 祝贺陈坤宇 再拿一分 赢得挑战 祝贺陈坤宇 继续留在挑战台 也非常遗憾地通知凌然 你可以回到猜想习了 但是今天的对决 是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之一 两人一直拼到了最后一道备用题 才决出高下 凌然因为你也是知道这道题的答案 所以完全不输在知识点上 而是输在某一个偶然的动作之上 再次掌声感谢凌然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陈坤宇以七分 位列进榜第一名 凌然现在的分手还是六分 紧随其后 陈坤宇 陈坤宇再一次显示出了他超长的实力 目前仍然牢牢地霸具 进榜首位 那么下一个战道对战席上 与他对决于他对决的诱惠是谁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 我们下一位 用自己的实力 把自己送上对战台的 高一学生赵陈宇 掌声有请赵陈宇 手上对战型 那咱们俩有同样的爱好 掌声欢迎两位再次面对面 第二次在对战陈坤宇 我也不要再怕了 就是尽全力而为吧 赵陈宇 你的对战宣言 我的三战宣言是 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不怕失败 好 年轻人要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不怕挫折 不怕失败 越挫越勇 第一次败在了他手下 但是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就是让你证明自己 希望你今天 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 加油 与语相争 必有一飞 两个展翅高飞的人 今天谁 能够到达自己的制高点 就要看你们接下来这个环节 那我们来看看两位 将会碰到一道 怎样的实验题 品质 智慧合约 让汽车驱动梦想 本节目由东风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从这道实验题开始 请注意每一个细节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 在我和小妮身后的这个装置 这是一个空气炮 但是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 那个是大口径 是的 儿童版空气炮 这个驾驶看着是高级版的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装置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根长1米5的透明的亚克力管 而这个空气炮的尾端 是长66厘米的空心的铝管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空气压缩机 这个空气压缩机产生的气压 是6个大气压 0.6兆帕 而这个铝制的空心管的管口 距离我们这个装满了水的气球 是40厘米 来 我们请实验员上来 为我们验证一下 这个铁炮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接下来实验员将为我们开启这个高压气泵 我们输出6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 看看这个空气泡会如何工作 来 有请实验员开始 把耳朵捂着点 到了 这么厉害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防护板上 这个铁的炮弹 已经给打出了一个圆形的印子 我们用了铁炮弹 做了第一次实验 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小妮 接下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你还有印象吗 一种我们曾经告诉过你 磁力非常强劲的磁铁 那就是传说中的磁铁 女磁铁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铁铁铁磁铁 炮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好 好不好 换气球 来 除了炮弹换成了铁铁磁铁之外 其他的所有参数不变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第二次实验的结果 请实验员开始准备 发生了什么 在亚克力管这个部分 它仍然速度很快 但是到了这个铝管的部分 尤其是在头这个地方 好像一下停下来了 它是颤颤巍巍抖出来的 对 而且它碰到了气球 但是没有 没有把气球打破 谢谢我们学员 谢谢 谢谢 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究竟这道题和我们稍后要看到的实验 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 巨大的装置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装置 我们厂中间这个装置高是8.8米 装置上我们安装了三条轨道 我们看到这三个轨道 并不是从地面一直贯穿到顶部的 它是在中间有一个材质的转换 每一根轨道上面的四米 那一截都是木头的 而四米过后 下面的四米是铜 铝和不锈钢的 所以三个轨道上 各有一个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 小车当中装有两块 尺寸为10乘以10乘以5厘米的 强力铝铁棚磁铁 小车的外框材质是铝的 由气缸装置固定在轨道的顶部 好 这就是上面的小车的内部结构 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 三个一模一样的22千克重的小车 稍后会沿着这个轨道自由下落 那么接下来题目来了 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当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 从高8米8的轨道顶端向下降落的时候 哪一条轨道上的小车 将最后到达终点 A 木轨加上铜轨 B 木轨加上铝轨 C 木轨加上不锈钢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选择的答案 两个类主选的都是A 我觉得它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 它肯定就运动得越慢 我觉得铜的电阻率 它是比较小 所以它的电流就大 然后所以它产生的阻碍力会更大 我就觉得应该是铜 它下降的最慢 好 陈奎宇呢 我大致理由跟他一样 就大概补充一下阻力是怎么回事吧 我们知道动磁升电 就是一个运动的磁铁 在导体管中运动的时候 会产生电流 然后导体的导电性越好 这个电流越强 而动电升磁 导体中产生的这个电流 也会产生磁场 对磁体产生作用 就是有一个阻力存在 会让这个磁体紧速 所以会有一个到达先后的区别 物理老师 就是这个磁铁 从一个那个金属管当中穿过 是属于高中物理的一个典型体 在一个闭合回路当中 如果一块磁铁从中间穿过 那么回路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 而这个产生的感应电流 也会产生磁场 而它产生的磁场恰恰好 与你那个磁铁 穿过去的顺序是反的 比如说你从N级往下穿 那么对应着N级的 就有一个N级给你产生斥力 对抗你往下穿 这个就叫棱次定律 棱次定律在高中物理当中 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 应该说是个口诀吧 叫做来拒去留 就很像女生和男生的关系 我对你好你就拒绝我 我对你不好你又留住我 就你来我给你一个阻力 排斥的力 但是你去我要给你一个吸力 不让你走 铜的电阻是最小的 那么它的电流是最大的 换句话说 它拒绝的磁场是最强的 那么它阻碍的作用是最大的 那么留下来就是最慢 好 我认为答案也是A 小妮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在这来回走吗 脚底下很粘是吧 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 脚底下非常的粘 所以我们猜想 很有可能之前 实验员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已经破坏了几个西瓜 这个西瓜带着糖分的水 怎么会撒到地上以后 对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要 走得这么靠前呢 是因为我发现后面这个部分 ABC三个选项前面都发粘 所以我认为三个西瓜 最后都会被砸破 只不过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所以你是根据这个 它会飞溅得更远 我以为你要说出一个 更让我幸福的道理 而速度最慢的那个 西瓜一定破损的程度最小 有道理 我试了之后 一直到这个距离之上 B和C都还有粘的感觉 但是A很奇妙 在这里粘性消失了 它的西瓜飞溅的程度 没有这么远 证明它落下的速度 应该没那么快 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相当有道理 打针吧 打针 科学还是科学 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验证的方式 来看看到底ABC 哪一个速度最慢 接下来我们让小妮 去触动这个按键 你只要一按 三个这个气缸装置 将会同时释放三个小滑车 要看哪一个滑车最后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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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防止喷溅 没事 你就当发焦用了嘛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了 请尼克玛提 为我们进行答案验证 你怎么跑了 我站到这儿来看 全场倒计时 三 二 一 黄小便 按一下 年轻 dancing 你好 orange 你ENE iente 充ны 你 可以 馉 cosm 见到了 这个下落得非常慢 这个几乎到最后是 慢慢下来的 这个速度还比较快 但是它的力量也没有 不足以 对西瓜造成任何伤害 对 所以正确答应该是 A 诸葛我们两位列主 回答正确 一比一平 这个经过实验之后 你才发现 其实差别这么大 对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在我们电磁学的 发展历史上 有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是荷兰的物理学家 罗伦兹 罗伦兹 罗伦兹有个定理 说一个运动电荷 在磁场里面 它所受的力等于 它的电荷和它的速度 和磁场的插成 因此就是说 如果是在一块导体里的话 这个电荷的运动 就形成所谓叫涡流 然后这个电流 接入油电阻 就转化成热 就把这个动能 就给消耗掉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关键的是 当我们的运动的磁铁 经过这个底下的 三块导体的时候 哪块导体里面的 可运动的电荷多 哪块电荷 所能产生的就是电流多 然后能迅速把能量 给消耗掉 那么这里面 铜铝和不锈钢的比较的话 就是铜里面的 就是应该说 它的自由电荷密度 比较高得多 所以说能量消耗就比较大 好 再次祝贺选A的所有的成员 回答正确 两位类主现在1比1 是 历史即将重演 两位又一次 站在了一起答题 而且又是在你的 舞蹈题目过后 谁能留下 一起进入一对一答题时间 扫描屏幕小程序码 参与直播在同步答题 迎娶精美大礼 只要您来答 一定有收获 请听 第一题 花卉 可以装饰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 大自然美的体验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种花卉的名称 我的花卉留学不住 基本是指示盲曲 线索1 这种植物最初 进入我们的生活 人们只是为了 获取木柴和它的根皮 不知道 植花嘛 线索2 1991年至2000年发行的人民币 一元硬币上有这种植物的形象 金百亿元上是牡丹 线索3 它与韶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陈克宜 一般和手又放在一起的是牡丹 我们继续来听线索4 很多词句都会赞颂这种植物 诸如80年代风靡全国的歌曲 歌词 百花丛中最鲜艳 众香国里最壮观 唐代的刘雨昕也有诗云 亭前勺药腰无隔 池上浮渠尽少情 唯有 牡丹 珍国色 牡丹珍国色 花开时节 冻京城 回答证券 它确实跟勺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因为牡丹 它就是属于勺药科 勺药鼠的一种植物 陈克宇 加上一分 所以现在比分是2比1 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种化合物的名称 这个题我一定要答对 线索1 室温下通常为无色气体 有时有轻微的气味 这是一个肺的条件 因为满足这个性质太多了 线索2 只由碳氢两种元素组成 分子量约为28 赵承宇告诉我 以锡 Z2H4 那这样吧 你先听一听接下来的线索 看看能否和你的答案吻合 线索3 它可以作为合成塑料 和乙醇的基本原料 这个答案就基本没问题了 线索4 它是一种植物激素 常用作果蔬的催熟剂 正确答案是 乙烯 回答正确 恭喜赵承宇报报的 我来看看第三题 你能否答对 加油了 这道题有意思了 科学家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他们聪明伶俐 天真可爱 请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位科学家 线索1 他是加入曼哈顿计划的 科学家中最调皮的一位 想一想神 想一想神 陈坤宇告诉我 答案是 立朝德费曼 为什么你毫不犹豫地 说出了费曼的名字 我看个一本很有趣的书 叫《别闹了费曼先生》 讲的就是这个人 他当时参加曼哈顿计划的时候 很年轻 应该是刚刚拿到博士水位不久 或者还博士在读的时候吃的 因为他几乎是最聪明的吧 喜欢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撬他的同事和领导的保险柜 最后还会在保险柜里 写上一个字条 猜猜我是谁 对 第二件事是 他号称 其他人可以随便问他问题 只要是有答案的 他一分钟之内 都可以答出来 对 所以我念完第一条线索 你就抢到了 然后说出了一个答案 你就不能等我 把四条线索都说完吗 就是这个环节 我就想多露会脸 这么难吗 这个人太熟悉了 像我们本科 普通物理教材 就是《非曼物理学讲一三阵》 和他有关的 还有很多意识 讲非曼的意识 我可以讲半个小时 关于他的有趣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样吧 我补充完后面的线索 对大家也是一个 积累 线索二 他最早提出了 纳米技术的概念 并因创立量子电动力学 而获得了1965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线索三 这个非常重要 美国挑战者 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 在事故调查会议的现场 他只用一杯冷水 和一个橡皮圈 就指出了飞机失事的核心原因 恭喜你 陈奎宇再得一分 现在取决是三比二 我们还有两道题 继续加油 请听第四题 根据以下线索 说出一种动物 不要又是标情吗 藏狐和兔孙都是什么玩意 不知道 线索一 它在古代被称为驼 这个字怎么写呢 就是上面有两个口 下面是甜 然后是一横 然后是一个口 一个垫 这是一个字形 非常复杂的字 赵晨宇 立马按下抢答键 是因为怕后面 第二个线索出来之后 陈奎宇会立马强调它 你能说出答案吗 我记得是乌龟 不可能 确定吗 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确定它肯定不是乌龟 我们再给你最后的五秒时间 如果没有其他答案的话 好 我就宣布 昆宇 你可以继续答题 线索二 它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亿年 曾与恐龙称凶 我猜是杨子鳄 为什么 因为那个说是驼 我反映了半天 这玩意到底怎么组词 想了半天想起来 是驼龙 驼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这应该就描述的是杨子鳄 好 它和恐龙称凶到底 对 杨子鳄历史非常古了 历史有 大概一亿五千万年 人们称它们为活化石 那我们来听听第三第四个线索 能否和你的答案吻合 它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爬行动物 目前主要依靠人工饲养 延续种群 第四个线索 它生活在长江中下游 极其支流 因此而得名 长江又称杨子江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杨子鳄 中国已将杨子鳄列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杀 并在安徽浙江等地 建立起了自然保护区 和人工养殖场 保证杨子鳄的种族 能够延续下去 它确实被称为是驼龙 所以你提供的线索 也是准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比分是4比2 所以这一轮恭喜陈坤宇4比2 险胜 要安慰我们的赵陈宇 2比4 惜败 掌声送给赵陈宇 觉得也挺遗憾的吧 这一场我觉得 他还是有点紧张 来看一下目前为止 晋榜上的排名 陈坤宇 位列首位9分 他跟凌燃又拉开了 3分的距离 好的 恭喜陈坤宇 你能顺利进入我们 本场比赛的一对23 接下来比赛升级一对23 挑战开始 这个题和电影能扯上一些关系 你知道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历史上的第一名 诞生在去年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影片 当之无愧的战狼2 但是看完了加油向未来之后 很多观众回忆起战狼2 都觉得里面大量的情节是违反牛顿定律 我最难以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炮弹打过来的时候 有个印象非常深刻的镜头 就是吴京拿一个普通的钢丝床垫 就抵挡了炮弹的袭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四床天质量好啊 我必须要纠正你的事 那个不叫炮弹 那个叫手持式火箭台 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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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炮弹是不一样 这个我解释了 运气足够好的话是可以的 四零火源形成苏联的RPG7 然后它的推进方式是 最初大概100米左右是惯性推进 然后时间达到一个预知之后 火箭再点火进行加速 而当时发射的那个人 在电影里面离无精很近 所以说火箭并没有点燃 只是在凭借惯性 那个大概100多米每秒的速度 那时候火箭还没有真正点燃 它只是靠它初始的惯性 而且还有一点 四零火它的引信是接触引信 就你看它前面有一个 很长的尖头嘛 那个是引信 如果它没有直接碰上东西的话 是不会炸的 电影里面拍的运气非常好 恰好那个引信 从太空孔里面穿过 就被挂住了 大家要注意 以后怎么防RPG火箭弹 首先第一 你得有个床垫 其次你得跑得离它足够近 一般人把火箭筒扛起来之后 你千万别扭头跑 你冲着它跑 你冲向它 距离业绩越好 对 我估计你冲向它 对方可能都被你吓死 开玩笑归开玩笑 究竟钢丝床垫能不能挡得住 类似这种武器的攻击呢 今天有一个终极实验 我们在现场无法完成 我们仍然还是交给小璐 小璐又到了军火实验场 请看场外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直播 好 好 好 现在东风某事载着我来到的地方 就是我国东部的某军用试验场 通过我身后这些巨大的钢筋水泥块上面 深深的弹痕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地方不是用来测试轻武器的 而是用来测试远程火力压制 打击坚固攻势 以及装甲车辆的重型武器的试验场 比如大名鼎鼎的RPG-7火箭筒 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做的实验 今天就是要看看到底哪种防御结构 能够成功的抵挡住RPG-7的火箭弹 那么在我们的火箭筒登场之前 先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打击的三个目标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打击的三个目标 我们将在距离50米的地方 用火箭筒分别对它们进行打击 先来看第一个 这是一个厚200毫米的大钢块 别看它的面积只有一平方米 但是它的重量足足有1.6吨 十星的 非常的磁石 再来看这个 这个可能就不陌生了 在电影里面可能也见过 貌似能用我们的钢丝床垫 就成功阻拦下来火箭弹 来看一下 这个弹簧外端的口径是80毫米 比我们的火箭弹的口径85毫米 就小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在我看到这个有可能就卡在里面被拦下来了 有可能 有可能 再来看第三个 这个看上去也比较熟悉 像不像咱们社区居民楼外面的那种刚制的隔山护栏 没错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打击的三个目标 您可能注意到了 在这三个目标的后面距离30厘米的地方 我们还安置了一块薄的钢板 这块的厚度仅有20毫米 目的是什么 我们管它叫做后效板 模拟的就是在外置装甲后面 真正我们装甲车自身的这么一个护甲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评判标准 也就是不以外面的这三个防护板 是否被破坏为依据 而是要看是否进入了防护 后面的这个后效板是否完好 才能作为我们是否有效防护的标准 今天我们犯了一个床垫 一个后钢板 再加上一个像居民楼的一个那个格山 那么到底哪一个能够让它后面的这块钢板 能够受到最大的保护 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在下列三种物体中 200毫米钢板 钢丝床垫 钢制格山 能够成功防御85毫米火箭弹的 有几项 除了隔山以外都可以 也就是说这三个都不行 B 一项 C 两项 D 三项都可以 我断B了 我认为一个 只有这个钢板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 陈坤宇选的是B 我们的猜想团最高比例的也是B 请问为什么 我选的B是那一种是隔山 在军事上这个术语就叫隔山装甲 隔山装甲 加在坦克本来装甲外面的 可以当作一些额外加户使用 它的作用是提前引爆春甲弹 或者导致其占图偏准 让它不能更好的命中目标 所以说穿身被削弱 然后另外两个选项 首先200毫米的钢板 真的我感觉到二战坦克 很多装甲都比200毫米要厚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算不上什么阻碍 而且我们第一期节目 演示穿甲弹的时候 当时那个穿甲弹是穿了十层钢板的吧 对那个来想200毫米 我觉得什么都不算 然后床垫这件事情 虽然说床垫可以起到一些 弱化的隔山装甲的作用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真的隔山装甲 它的硬度 强度什么的 其实都不够 最好的办法 我们让小鹿直接在现场 拿火箭弹开它一炮 看看到底最终谁能笑到最后 来 请看现场验证 这里就是我们的炮弹发射点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 就是我们的总指挥孙敏 大家好 现场指挥韩宏伟 大家好 那么今天替大家伙来完成验证的 就是有着20年试射经验的 我们的炮手王大卫 大家好 王老师 没看错 这就是我们的RPG-7火箭筒 准确地说 它是RPG-7的改进型号 我们都称之为 69式40毫米一型火箭筒 好 那么它的弹药 这个弹药就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箱子里吗 我们能看一下吗 这可是真家伙 跟那个机问一样 我可以拿吗 可以 没问题 好的 我比我想象的要轻一些 但是确实这种感觉不一样 威力很大 我们这种弹 它的对大直径是85毫米 它是一种超口径的破甲弹 它是专门打击坦克和装甲车的 好 此时此刻抱着这枚真实的破甲弹 有些为我们的钢板担忧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验证时刻了 好 来 请您拿好 在验证过程中 我和我们总指挥孙老师 会回到我们的猛射号车上 去指挥并观察整个实验过程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完成验证的 就是我们的200毫米厚的钢板 请您准备 好的 我们的东风猛士防护型突击车 足以抵御爆破产生的一些碎片 所以足以保证我们在车内观测时的安全 来 来 报告总指挥 准备完毕 可以开始实验 按计划开始实验 我收到 搜索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五 五 五 三 三 五 但现在在我们这我们看不清 到底是否它的防护作用没起到 我们要走进去看一看 没问题 打得很准 非常准 基本算是中心的位置 看到没有 这就是啄把点 大概四五厘米的这么一个口径 从这看 透了 透效板 也透了 连我们后面的水泥的大墩子 都已经干碎了 钢板完全没有有效的防御住我们的炮弹 85厚米的破甲弹 它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这种是均质的装甲钢的钢板 400厚米一般的就防不住 400厚米都防 也就是说这上200 再多一块 这么厚的钢板 对 都防不住 那看来靠堆积厚度 来有效的防护我们破甲弹 这条路走不通了 对 剩下的我们还有两个目标吧 接下来要进行验证的就是我们的钢制 隔山 看看隔山怎么样 闯电的可能够呛 这个有可能 报告总指挥 准备完毕 可以进行实验 按计划开始实验 速度 速度准备 5 5 3 2 1 發射 好 他好像只打掉了其中一根格栅 船了吧 好像 接下来还有钢丝床垫 射手准备 5 4 3 2 1 发射 2 3 2 3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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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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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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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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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让开点 大概就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看这样的火箭筒的 整体结构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有两机结构 发射以后呢 惯性飞行后半部分会弹出尾翼 使得它能够平行飞行 飞行一段距离以后 它的中间部分 就是所谓的火箭这一部分会点火 使得整个弹体呢 高速向前飞行 当我的高速飞行的弹头 碰到目标以后 那么前端就会受到 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们这个前端呢 是压电引信 受到压力以后 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脉冲 会顺着我的弹头 内外两侧的金属壁 形成一个回路 把这个地方的高效装药给点燃 点燃以后 这个地方强大的爆炸力 就会把这个地方 有一个尖头向后的 金属锥形给翻转 形成一股高速高温的射流 达到破甲的目的 隔山装甲防护 40火箭筒的原理是 当我的弹头穿过隔山以后 隔山上面 锥形向外的金属块 会高速地和我的弹头碰撞 使得我弹体内外两侧的金属 会挤压到一起 造成短路 这样的话 相当于把火箭筒的引信拔除了 就不会造成爆炸了 所以这个隔山到底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用在这个装甲 外层防护 它还能有什么奇思妙想运用在其他的地方 或者说经过一些改良之后 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我们国家的军工科研人员开发的一款 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防盗窗 更轻便 更有效的防护装甲 而且这个装甲已经装上了 我们的一辆刚才片子里看到的 东风猛士之上 我们把这辆车今天开到现场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 你们等了一季的大场面 哇 来了 哇 哇 哇 太猛了 欢迎东风猛士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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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比格杉装甲更轻便 而且防护更有效的 它是要玩的 柔性格杉装甲 它这个上面有一些金属的小圆锥 对 像钉子一样 是尖头的小圆锥 然后连接它们的是这些很软的 软的那种绳 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奥秘 我们今天也把 这个研发的技术人员专家 请到了我们现场 掌声有请 中国兵器集团 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装甲防护材料技术专家 曹赫全老师 曹老师您好 曹老师您好 莎莎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这个柔性格杉装甲 其实是专门为了对付 RPG火箭弹而设计的 我们把它叫做结构装甲 就是利用它的这个结构效应 来破坏火箭弹的弹体结构 所以我们的防护不是硬碰硬 我们用的是巧劲 对 你比如说 我们刚才小您说的 这个带锥体的小钢块 还有就像这种柔性绳 这个绳这个材料 这个绳子我一直 你别看它简单 这是我们向发明的两项专利 光这个绳子上面 对 这样的话通过我们这个设计 就是使这个装甲达到了重量最轻 防护概率最高 每平米只有20公斤左右 那么我们那个刚才说 那个金属个山 每平米100到200公斤 所以整个装甲车 不会因为装上它 性能受到影响 对 那个就影响了车辆的机动性 这个就不影响 我们自信地讲的就是 我们国家坦克防护的这个水平 应当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有的呢就是已经达到了领先 这一款目前代表着世界先进水平的 柔性隔山装甲 目前已经用到了实用的这个领域了吗 实用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多种车辆 都已经装备了 就是咱们这个南苏丹 维吾部队都已经应用到了 谢谢 替那些战士们谢谢您 谢谢您和您的同事们 谢谢曹老师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要替这些战士们 谢谢曹老师和他的团队们 是因为我们在这儿 是把它当成一道科学题 来进行解读 但实际上在真正的战场上 这就是真正的 我们的作战人员生命的防线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军工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不断地积累 不断地研发创新和提升 才能使我们的钢铁长城 变得越来越坚固 才能使我们在海外执行 维和任务的这些战胜 能够有更好的安全的保障 所以真的要谢谢这些军工人 背后的默默努力和付出 所以祝贺我们在场打币的 尤其是陈坤宇 祝贺你 现在的比分是一比一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 这一期节目最后的环节 一对二十三究竟能否成功 陈坤宇能否再次创造一个挑类奇迹 就看下面这五道题 一起进入一对二十三答题时间 扫描屏幕小程序码 参与由金鹏电动三轮车 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 迎娶精美大礼 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 请听第一题 发酵工程主要利用 微生物的成长代谢活动 来生产各种生物化学产品 以下几种调味品的生产过程当中 没有经历发酵过程的是 A 豆豉 B 味精 C 芝麻油 有肯定没有发酵 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陈坤宇的答案是C 芝麻油 猜想团 B 最多 为什么是芝麻油 说实话我不确定是B还是C 因为我不知道味精是怎么做的 但芝麻油的话 小时候我见过市场里磨芝麻油 就真的是拿一堆芝麻 倒进石膜里面去慢慢地念 实打实地磨出来的 所以他的这道题目不是来自于他的科学分析 而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 所以正确的暗示C 芝麻油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骨氨酸钠 经常通过微生物的发酵 获得骨氨酸 然后再经后续加工完成 而豆豉不用说了 黄豆 黑豆主要原料 利用毛酶 蛆酶 或者是细菌蛋白酶等发酵制成 芝麻油是根据提取工艺不同 分为压榨法和水袋法 产出的油脂分别成为芝麻香油 和小莫香油 没有经过微生物的发酵 所以恭喜陈坤宇率先拿到一分 在讲团加油 请听第二题 生活中的一些物质 在水中溶解时 会伴随温度的变化 以下选项中 溶于水后 溶液会变凉的是 A 洗衣粉 B 苏打粉 C 葡萄糖粉 请作答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葡萄糖 洗衣粉会变热 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陈坤宇的答案是 B 苏打粉 而猜想团的成员 比例最高的是A 洗衣粉 而陈坤宇认为是苏打粉 为什么 溶解热的原理 大概就是破灰结晶 可能会吸热或者放热 具体不太清楚 典型的像呛花钠润水 原来是离子化合物 变成了溶液中的离子 这是放热的 但像苏打粉是吸热还是放热 真的这是高医学的 我已经忘了 所以这是才的 物质的溶解过程 常常伴随着吸热和放热的过程 那么这道题显然说溶液会变凉 指的是这种物质 溶于水之后会吸热 洗衣粉 苏打粉都是溶解放热的 葡萄糖粉溶于水会吸热 溶液变凉 所以正确的案是 C 葡萄糖粉 很遗憾双方都没有答对 回家每个人弄一勺葡萄糖粉 放到嘴里感受一下 那种嘴里冰凉冰凉的清爽感觉 很遗憾两边都没有得分 第三题 请听题 关于离心机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离心机是利用离心力 分离液体混合物中各组分的装置 B 洗衣机的甩干筒 也是一种离心机 C 前两项都正确 应该是C 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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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宇的选择是C 猜想团C 所以双方的答案都是C 正确答案是C 离心机在化工 石油 食品 制药 煤炭 水处理 以及航空 航天等领域 都有广泛的应用 家用洗衣机的甩干筒 其实就是一个低速 离心机 低转速 它的每分钟大概是在1000转左右 好 请听第四题 在水里加入洗涤剂 可以配置用来吹泡泡的液体 有经验的玩家 还会在其中加入甘油 而甘油所起到的作用 不包括一下那一项 A 增强表面张力 B 吸水保持湿润 C 增加液体粘度 不包括错 我差点又看错了 不包括B 但油怎么可能跟吸水吗 我选错 我选不适的 陈坤宇选择的是B 吸水保持湿度 参想团也是B 正确答案究竟是A B还是C呢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泡泡上部的液体 受重力向下流动 会导致上部太薄而破裂 甘油性质粘稠 可以减缓该过程 与此同时 水膜很薄 需要减缓水的蒸发 甘油可以吸水保湿 R 需要增加洗涤剂 或者甘油 降低液体表面张力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增加表面张力 这一题真的 好大的一个坑啊 好大的坑 谁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需要吹出一个 稳定的大泡泡 反而要降低液体表面的张力 浩玲 你说 其实表面张力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吹一个泡泡的时候 有一个圈 那个溶液在那个圈上的时候 是表面张力 但吹泡泡的时候 你要让它从那个圈上 脱落下来 对 所以要把它吹成泡泡 所以应该跟我们想象中 是相反的 所以要降低表面张力 张力稍微小一点 就容易把它吹出去 是吗 现在的比分还是3比2 陈坤渝目前还领先一分 最后一道题 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猜想团能够反追一分 把比分拉平呢 请听题 关于常见的普通的名用激光笔 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激光照射白纸的时候 光斑具有颗粒感 而且绿光比红光 这种颗粒感更明显 B 绿色激光可以由红外光 经过内部光电器件转换而来 C 同等功率规格下 一般来说 发射蓝紫光的激光笔 价格最贵 A 是对的 大家的比例最高的选择是 猜想团是B 类主是C 正确答案是 A 双方全都答错 激光照射白纸时 光斑具有颗粒感 且绿光比红光更明显 激光经过万反射之后 发生了干涉 可以形成明暗分布的激光的散斑 红光的波长比绿光长 干涉的效应更明显 非线性光学晶体 却具有改变光的频率的功能 所以绿色激光笔当中 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而蓝紫光的发射 需要用到宽静带半导体 技术上难度比较大 所以比较贵 所以非常遗憾的是 双方都没有答对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A 其实A说法是错误的 但它是正确答案 是因为红光比绿光的颗粒感 其实更明显 而A答案恰恰说反了 抱歉都不得分 但是祝贺陈坤宇手里成功 所以本来就排在榜首的陈坤宇 现在他的积分又增加了两分 变成了11分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有八位上榜的猜想团成员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他们每一个人 无论他们积分多少 能够站在榜上 本身就是一种实力 所以接下来的赛制究竟该如何玩呢 从下一期开始 我们将不再采用争夺战的方式 我们将进行抢位战 抢位战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看积分榜 排名前三的陈坤宇 凌然和张浩玲 他们将直接晋级到我们最后的总决赛 没错 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但是需要担心的是 紧随他们其后的四位 刘青石 伟坤杰 李萧燃和王文轩 请这四位起立 加油向未来 本季决赛还有一个名额 将在这四位当中诞生 谁能够拿到那个名额 谁就能和另外三个人 陈坤宇 凌然 张浩玲一起 去争夺本季的总冠军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最喜欢抽到的是 这是维坤杰 坦诚来讲的话 最不想碰到刘金石 他比较擅长的领域 说我的短板 我最期待和维坤杰对战 相对来说跟他比赛会相对容易一点 刘金石的场势 没有多相对了解 所以仔细学利用信心 李萧燃的支持面非常的广 单纯从这一方面讲 李萧燃的机会要大一点 赢的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刘金石 比较看好他 抢卫赛退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太困难 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们下一期即将进入抢卫战的四位选手 加油 看你们的了 请坐 各位请坐 同时也把掌声送给我们 直接进入总决赛的三位 陈坤宇 凌然 张浩玲 我们共同期待 下一期的抢卫战 将会给我们上演精彩对决 到底谁能够最后和他们三个人 一起争夺总冠军呢 我们下一期再见 加油 向未来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你们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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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